減流剂能感测到皮肤上通过的电热 当身体出汗量增加时 皮肤也变得更容易倒闭 这样就很容易盘得住它的出汗情况 呼吸描迹器 是用来测量呼吸频率的装置 它呼吸的时候 气流通过橡皮管被引导到机械臂 机械臂末端有记录 这样它呼吸的频率就会被记录进来 血压传感器 也连接到记录笔 用来记录它的血压变化 记录纸上一会儿会输出许从梁的心率 血压 脉搏等数据 人在说谎的时候 任凭它的自制力有多强 总会有心理压力产生 这些心理压力又会引起一系列诸如 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手掌出汗 呼吸速度改变等生理反 它们一般只受植物神经系统的制约 而不受大脑溢水的控制 通过测谎仪测定这些生理参数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它的心理变化 那如果许从梁不开口回答问题呢 没关系 即便它一个字也不说 一个问题也不回答 但只要它听得起 它的生理指标就会发生变化 这样我们就会情而易情地知道 它在某个问题上是不是撒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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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警察吗 是 你担任过刑事科科长 是 你的枪法很清楚 还好吧 这些问题只是铺垫 对于许从良来说 这些问题它不需要隐瞒 因而心理也不会产生波动 所以这个时候的生理指标 是正常标准 我们以这个指标作为基准 就可以测出在重要问题上 它心理波动的幅度 现在重要的问题就要提出 李立军私下找过你 是 他找你是劫持求车的事 这些问题采用的是紧张最高点质问法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问题上 选用不同的答案 会测出最接近真实的情况 什么 不是 有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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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两个问题 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 波动豪大 共产党要在武昌一带行动 不知道 共产党要在兵县一带行动 不知道 共产党要在平山 直茂尔山一带行动 不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 他的心理不论 不论 接着问 接着问 道路是 渡山套尔山之间哪个地方 他们要在小岭行动 不知道 他们要在孙家坡行动 不知道 他们要在靠山坡行动 不知道 他们要在凤凰山行动 都是吗 这凤凰山 凤凰山 好 住客 對於鎖鎖地匯有防衛在地區域射 甚至在那邊的山上 有防衛隊的防衛 只要有這些強力 才能夠自然之間的支持 沿北隊長的沈平隊 常常在我和他互相争 但這次是 我和他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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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那時候 我和他在那裡看著他 好 教官学科 我只是在公募駅上的交易 你怎么办 我看了 我看了一眼 我看了一眼 你捕虜吗 咦 咦 你捕虜是哪儿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我懒得了 我都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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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射 好 走 去吧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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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把他当大哥了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他是我大哥 他是什么人我不知道 刘闯 你别再被他蒙骗了 白纸黑字 我和老林看得清清楚楚 光是今年六月 他就亲手逮捕和杀害了我们三位革命同志 这些年来他干了多少坏事 今年六月是吧 六月他去隋化查案子 我一直在他身边 到了七月末我们才回来 你看到的是白纸黑字 我是亲眼所见 为什么啊 为什么任务开始前不告诉我 这是绝密行动 只有我们机场数人知道 不能再问你说 绝密行动 玩得够可以的 我这话料是 我哥要是我们三长两度 我跟你们没完 刘闯 别他妈托我 刘闯 好 老林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可是梅杰洛夫 这次行动比较紧急 已牵扯到苏联方面的通知 梅杰洛夫通知 或许没有时间去分辨情报的真伪 事已至此 我们只有赶回哈尔滨 想尽一切办法 把许松良救出来 是不是 要通知剃道通知 也只有动用他了 提到苏联出马 这是去松良的副官 不说了 走 开门 叶科长 厅长吩咐过 没他的命令 谁都不遇见许松良 这个就是命令 是 这就是命令 是 镜头 开门 约 刑 我准备你 幸虧你马上就要死了 你还活着 我会一辈子把你踩在脚下 他这发的什么神经啊 听说被厅长给骂了 为什么 不知道啊 厅长脾气特别大 好像与烈火车在乡旁车站被游击队给携了 来 我给你打 来 来 行 回去各自都写一份深刻的检讨 并且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详细地整理一份 整给特务机关本部 厅长 那别的就没事了 你们都应该好好感谢官科长 要不是他在松泽将军面前替你们美颜 你们一个个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厅长言重了 我一个人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还是归功于三位科长平时工作成绩出众 否则我怎么美颜都是没有用的 再者说 我们只是把共产党可能会在凤凰山行动 这个判断提交上去 最终下命令的并不是我们 松泽将军虽然气头上说了几句狠话 但是道理他是分得清的 厅长 这货全是许从良那小子惹出来的 绝不能饶了他 我倒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如果许从良真的通共 那共产党应该告诉他真正的袭击地点 我觉得许从良是被共产党陷害的 怎么陷害的 李立军应该真的找过许从良 这一点叶科长拍的照片可以证明 而许从良并没有说假话 李立军找他谈的就是倒霉烟图的事 并没有提及袭击事件 而共产党猜到我们会监视许从良 故意下了这不起 让我们怀疑许从良 从而认定他们要在凤凰山一带行动 所以我认为 许从良是冤枉的 但是测谎实验证明 许从良确实是替共产党隐瞒了情报 却怎么解释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是李立军故意在许从良面前 透露了他没有在凤凰山行动 而许从良 却把他骗人的话 当成了天大的事情 替共产党隐瞒了起来 这个许从良啊 被共产党当成了一枚棋子 还要替人家保守秘密 这不是通敌是什么呢 行啊 他愿意当炮灰 那我就成全他 冷辰 明天上午九点执行强制 是 警长 让我执行吧 你不是替金厅长揍了他一顿 还不接亲吗 厅长 叶科长是性情中人 亦是性气打了许从良 虽然没有经过您的统业 但也情有可言 厅长 许从良原来担任刑事科长 有些案卷还没有交接 我想晚上去一趟牢房 跟他把工作交接一下 好好学学观科长 嘴巴是用来请示的 不是用来假传圣旨的 叶科长 凡事呢 还是要讲准备个方式方法 你看我 牢房门一关 想怎么收拾他 精力怎么收拾他 进了 西班剩继续 你应该有什么 去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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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忙吧 不符 去忙吧 我去忙吧 去忙吧 算了 记得我去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难为你了 顾客长 这个时候还能想起我 谢谢你来送我一场 我替你在会上求过钱 没用的 那咱们这听着 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根本不相信别人 再这说明 警察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总得找个替罪流来背吧 这样还能往那些颜面 你要是不死就好了 有你这么个聪明脑袋 咱俩肯定会成为最好的搭档 官科长 能不能大大方方的呀 都这个时候了 我都这样了 一个快死的人 您才答应只做搭档 你什么意思啊 许丛良 今儿可是我生平打扮的最漂亮的一次 就为了来送送你 你还不满意了 不满意 我看叶笋这是把你打轻的 这就走啊 行了 你不是不满意吗 这样吧 只要你明天可以活着回到办公室 我就陪你喝一晚上酒 怎么样 就这些 还有什么呀 你敢提我就敢答应 好 我等着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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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从良 来 你心里有惊惭 你怎么就不能见老胡话 你见我大哥 见你大哥不是在这儿 见他干吗 许从良 我就见他怎么了 我说不能见就是不能见 再往前我就开心了 来啊 打死我呀 干什么干什么 来 管科长 这个人自称是沐邦三当家的 要去见许从良 管科长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沐邦的刘楚 我们在苏联大使馆见过他 你回去吧 许从良是要犯 我都没权利让你见他 那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他 对了 我大哥到底犯什么事了 通共 明天早上执行枪决 这样 你先回去 明天早上过来 我想办法 让你们兄弟俩见最后一面 离开 明天早上 老兵 我大哥明天一早 就又被强绝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 把他救出来 劫修车这么难的事 你们都不在话下 救我大哥 怎么就没办法了 我大哥为了我们的任务 付输了那么多 受了那么大委屈 怎么就不能救他 你能不能冷静点 再跟我说话 我能 出去 徐松凉被关押在这儿 地下二层的牢房 如果我们要动手 必须在天黑没有人的时候 可就算是晚上 警察厅的大门 走廊 地下室的 收围不下于二十人 我们必须把他们 全部都干掉 但是我们不能够开枪 如果没枪手没枪起 附近两个警察处 就会赶来增援 无计算的时间 不出五分钟 我们就会被全部包围 认为我们能够成功吗 念 能够成功吗 解决徐松凉 啥意思啊 总之上算还没有想过 要放弃徐松凉 甚至还在考虑 让剃刀统治 冒着暴露的威胁 在警察厅发布这封电报 这样一半 敌人就会证明 许松凉是我们共产党的 中定位 我们就有可能把许松凉救下 不计刃 只是有可能 可然后呢 我们替刀通知怎么办 他万一暴露了呢 总管一个地下工作者 绝对不能够 绝对不能够因为感情而丧失理智 绝对不能冲动 不能够蛮感 许松凉悲害 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你要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去救他 不但不会成功 只会牺牲更多的同志 刘川你给我挤住了 不管在任何时候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你不愿意 现在所有的希望 只能寄托在剃道同志身上 因为他说过 他要到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好 郭科长 我想见我大哥最后一个人 我求求你 郭科长 这些人是许丛良的朋友 想进去见他幸福一面 许丛良 白科长一大早就带他出去了 什么 他今天不是要执行枪决吗 没我 他们有数有效的就走了呀 对了 他们好像去南铁中心医院了 无罪释放 因为什么呀 许丛良是清白的 昨天晚上冷晨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我们的测谎实验出了差错 差错 测谎也没有调到稳定的状态 所以每次在提问一分钟后 就会出现极限不稳定的情况 在记录纸上 就会显示出 心理波动范围异常 你还记得我们在判定许丛良 说谎的几个问题吗 都是在三四个问题以后 开始出现这种状况 而这个时候 正是机器出现异常的时候 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是啊 差点错杀了许丛良 不过也好 经过考验 可以证明许丛良是忠心的 而冷晨呢 能够勇于自我检查 不计前嫌 救了许丛良 这份胸襟 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你 大哥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扶到命的 早的 我说对了吗 大哥 你能不哭了吗 我闹心 我高兴啊 不要去 我又没死 你哭鬼呢 我这次能活下来 全靠共产党啊 他们真聪明 真了不起 啥 啥的了 啥的了不起了 你看他们把小日本玩的 一愣一愣的 哥 他们也玩你啊 你不生气啊 按道理来说呢 我现在应该拎着枪 找他们拼命去 但咱没死啊 咱活下来了 活下来就不生气了 那大哥 要怪就只能怪咱身上穿的那身皮 没办法 所以人家共产党要利用我 为了完成人家的目的 你说 他们多聪明 让我帮了他们的忙 我还没被收拾 你说神奇不神奇 神奇 所以啊 真想找个机会 认识一下这帮人 交个朋友 好好聊聊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关科长 走 走 没想到吧 我大难不死 而且一睁眼还看见了您 我都快乐晕了 那麻烦你在晕之前 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不能说 我得烂在肚子里 那你烂肚子里吧 别走啊 我对别人是这样 但对您例外啊 谁让我稀罕您的 坐下说 昨天你走了以后 我找了白冷真 白科长 我这明天脑袋就要搬家了 还有个心愿未了 说吧 还有什么心愿 只要我能够办到 我肯定答应 我这个心愿呢 跟你那个测谎实验有关 对了 你那个测谎仪是百分之百准确 不会出错对吧 当然不会出错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我就放心了 其实我想求你办的事啊 特别简单 就是将来 在我的坟头旁边 再比一块宝贝 再比一块宝贝 而且还得磕上名字 当然 这个测谎仪的心得还不知道 你就 暂且先刻上共产党的默默默 好 但是不出一个刑期 你们肯定知道这人 到时候在刻上也不迟 白会长 我许松良 生是警察厅的人 死是警察厅的鬼 我这临了临了 总得为警察厅做点事吧 比如说 揪出个内奸什么的 这样我才能闭上眼啊 抓到内奸 就好比 提到 传说剃刀是共挡重要物理 传说剃刀是共挡重要物理 我们调查了多久 一点也算所谓 许松良啊许松良 到什么时候 你还有心思追悟 你怎么到死也改不掉这个毛病 白阁长 天地良心 我这次说的是真的 您刚刚不也说了吗 您的测谎实验准确无误 所以我就建议厅长 给咱们全厅的警察人员做一次测试 这样一来 这个提到肯定有警笔了 哎 对了 现在搞情报罪之前 什么共产党啊国民党啊 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情报商啊 都把空的心思在搞情报 而且咱们警察厅的人又吃香 就算咱们的人里边没有反马抗日分子 但是这些出卖情报 听到肯定也感兴趣 你说是不是 许松良 你这不像是在为厅长 倒像是想把我们整个警察厅搞得边番对付啊 而且所有人都会把怨气撒到我身上 你背后捅的这一刀 挺狠的 白阁长 你这叫什么话呀 我什么时候搅和了 这刀也不是我捅的呀 你要说惹祸 那也是你的测谎仪啊 如果你的测谎仪不准确 那厅长就不会给全厅人员做测试了 这样一来 不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吗 你如果测谎事业不准确的话 你明天就不买减资 你的算法打得挺净的 哎呀 哎呀呀呀呀 我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我就是想着我临了临了 我总得 总得为警察厅做点什么吧 你说我这死了 还不拉一两个去陪我 多亏啊 当然了 最好是向白科长这样的人来陪我 那多好 我可没兴趣陪你 这个测谎仪刚刚调试 真可能有很多错误 许兄恐怕真是被冤枉了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啊 但是观科长 你说白冷晨这么害怕测谎呢 他不会就是剃刀吧 许从良 你输狗的吧 待着一个人就咬住不撒口啊 我不光只咬一个人 观科长 如果昨天我对白科长说的那些话 也对你说了 你会不会也帮我呀 好好养你的病 我走了 别走啊 还有什么事啊 您忘了 昨天你可跟我说 如果我死里逃生 您就 想想 我说话从来都算数 那好 今天晚上八点半 咱们金圣园我摆一种 就咱们俩 金圣园的菜我吃命了 那维卡怎么样 不见不散 是 是的 关阁长 怎么了 不欢迎我啊 不是不欢迎 我就是受宠落惊 不欢迎我啊 不欢迎我 Off itten上 小晓 赵好 谁呀 你认错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